作者 王德华 对准彭佩奥 美国是地区军事化的最大推手 指责中国是颠倒黑白 美国的征战刺刀 已经从中东叙利亚 向巴基斯坦和东南亚国家推进了 美国国务卿彭佩奥在周六承诺向东南亚提供3亿美元的新安全基金 以应对跨国威胁 彭佩奥告诉记者 他在会上表达了对中国南海军事化的担忧 以及维护一个基于规则的秩序的重要性 是不能讲客气的时候了 王毅公开回应彭佩奥的责难 他说 一些域外国家 主要是美国 把大规模的战略性武器 频繁开进本区域 尤其是南海地区 在这个地区要舞阳威 构成了对本地区国家安全上的威胁和压力 恐怕这才是地区军事化的最大的推手 他还说 面对这种不断增强的军事压力 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 当然要履行我们的自保权和自卫权 构建一些防御性设施 但是又被戴上所谓的军事化的帽子 这是一种颠倒黑白 考虑到美国迄今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 这个表态还是很难得的 也很少能听到 希望美方说到做到 把上述重要表态落到实实在在的行动中 解气 对得好 南海是中国的领海 中国在自己的领海内建设 军事设施 是主权范围内的事 他国无权说三到四 美国人不请自来 不远万里开着军舰到别人门口要武扬威 这是天底下哪门子的道理 我们公开的核弹数量还是不够 给美国极其盟友的心理压力不够 泰国领袖曾说过 所谓政治就是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中国团结东盟和日韩形成一致意见 使美国没有市场 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 近几年南海形势日益好转 外交工作功不可没 事实早已证明 和平不是祈求来的 建国初期 我们用军人做外交官很有效 美国人懂得听得进去的只有刀和剑 韬光养晦不等于怕美国人 不敢说真话 他要站 那就站 在世界人民面前 现在的中国必须树立正义的榜样 与外国家 某国 不同声音 等等这些委婉尊重 在其他国家看来 就认为是我们理亏不敢说硬话 又要争利益 又要讲礼貌是我国外交的理想 但在现实国际外交中是不硬起的表现 这次终于不是某国了 就该这么点名道姓的对 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要鲜明 不能再遮遮掩掩了 中国一方面嘲讽了美国 还有一层意思 在于点醒东盟个别国家特别是越南 纵容美国干涉南海的最终结果 只能是火上浇油 对于美国家没有一点好处 美国对南海有野心 这是东盟国家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为王毅外长点赞 终于直起腰理直气壮的对过去了 这才是一个大国应有的姿态 美国就是脚屎棍子 是世界动乱的测源地 致民道性的批评美国 看美国如何狡辩 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